哈喽大家好我是维琪 今天要来开箱 手上这只最新Google的手机 Pixel 7 热腾腾的刚到手的 赶快跟着维琪一起来看看它 开箱 哇 这次买的是雪花白 感觉它的颜色真的就跟雪花的颜色很接近 那种白白透亮的感觉 但是它不会很死白 其实它有点带着那种珠光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白的非常漂亮有质感 然后呢 机身的部分啊 它是铝合金的材质 最特别的是 CAMERA BAR这边 上一代啊它是用玻璃做着 这一次呢它是跟机身一体 成型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这次的配件有什么吧 Google这次它们也是走的很简约的风格 里面就是一条C2C的线 还有C2A的转接头 以及 退卡针 简单环保风格 这是Pixel 7啊 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相机的部分 因为Google说它们家字眼的处理器 有着修复模糊照片的功能 还有增加景深的效果 现在就跟着围棋一起试试看 Go 有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模糊的修复功能如何 原本是一张很模糊的照片 经过了AI处理之后 哇 那照片也太清晰了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背景虚化功能 一开始很清楚 哇 现在真的背景整个都很模糊耶 整个人物就很突出咯 这功能真的也很厉害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魔术橡皮擦 它按下去之后 它会侦测到说想要删除的人事物 然后如果按了以后 整个画面就清空了 这功能真的太厉害了 这功能真的太厉害了 今天的Pixel 7简易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 其中有几项功能真的令我起超惊艳的呢 例如像他们的那个模糊照片修复功能 很强耶 因为啊 不只是现在的照片 他们可以修复 包含以前的老旧照片 模糊掉的都可以修复哦 还有那个魔术橡皮擦 真的是很厉害耶 你看我们常常出去外面玩的时候 背景拍了很多人 它可以直接一键清空 超方便的 你们觉得呢 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维琪哦 记得帮我一起的FB IGYT按赞订阅加分享 拜